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晨晨 下一年就要顺这个四月了 这四月之后要不要给家里人买东西呢 要买东西的话买什么呢 今天跟着晨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哎 人家这么大一四月呢 今天又多大岁了 十小路呢 五三年生呢 五三 今天这就行 还有啥呢 到家里面了 咱这个时候看这个就是自己做的 应该是养朋友 养的 我刚刚拿着线 我自己做的会不会说 咱们说你下业不是有四个买 有四个说是有什么呢 有 不是 你住在那四个 没有的 是不是得给父母买东西是吧 没有的 要说 哪家都买 我在买买吧 什么都不说 有四个买买东西 你怎么说那四个买买东西 不是问题 你这个小书出来的 那是我别多 那要买什么买买东西 你怎么买二伙买东西 买下天的买买东西 买东西的买东西 对 四月一般的 那是从前天老的 他们挂着了 对 没挂着了 但是这个买一般 有哪个讲究吧 是买下四个买的吧 不讲究 讲究 但是这个是 这个是买东西的买东西 是买东西的买东西 是买东西的买东西 买东西的买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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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别的要结婚 有可能会给这个娘家的这个父母 买一些衣服 特别是这个母亲 买一些大红色的衣服 那些是习惊 好了本期的视频呢 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看法 欢迎在屏幕上去留言